大家好,欢迎你们来到致病食品的视频。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款饮品,主材料是苹果和绿豆。 或许你会觉得这两者混合有点奇怪,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。 味道还真的不错。 苹果的加入不仅成为绿豆沙的天然甜味剂,还可以中和那点点豆气味。 最最关键的是,具有降压作用的苹果,搭配具有排毒功能的绿豆,使得这款看似简单的饮品,可以降血压,降血脂,及时为身体排毒,避免因热气而爆出的小豆豆。 用料,主料,苹果1个,绿豆50克。 调料,水适量,苹果绿豆沙的做法。 1.去皮绿豆用清水提前浸泡1小时以上,不建议使用带皮绿豆,去皮绿豆口感会比较好。 如果买不到去皮绿豆,可以将绿豆煮开花,去皮。 2.将泡好的绿豆放入锅中,加入没过绿豆的水。 3.大火煮开之后,转小火煮到绿豆开花,瀝干水分。 4.将苹果洗净。 切成2厘米见方的苹果块。 5.将苹果和绿豆依次放入榨汁机榨汁即可。 5.将苹果和绿豆依次放入榨汁机榨汁即可。 5.不需要另外加糖。 5.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 谢谢大家。明天见。